这像烟雨的海上 整个一代人都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富于青春气息 每个人都为自己年轻而自豪 这一点和我父母亲那一个世界刚巧相反 首先是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胡子突然消失了 然后是年纪大的人仿效他们刮去自己脸上的胡子 为的是不愿让自己显出老象 年轻精神焕发已成为当时的口号 而不再老成持重 妇女们抛弃了素胸的紧身衣 也不再用太阳伞和面纱 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太阳 她们把裙子踩短 以便在打网球的时候两腿能更好的活动 当她们露出长得丰满的部位时 也不再表现出羞涩 风尚越来越变得合乎自然 男人穿着马裤 女人敢于坐在男士马鞍上 男人和女人不再互相遮盖什么和隐藏什么 世界不仅变得更美丽 而且也变得更自由 在我们之后出生的那 新的一代在风尚习俗方面 也赢得了这种自由 他们生活的健康和充满自信 人们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姑娘们没有家庭女教师的陪伴 和年轻的男朋友运动和一起出去旅游 交游 表现出公开的自己能做主的友情 她们不再羞涩害怕和扭扭捏捏 她们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和不想要干什么 她们摆脱父母那种出于担心的监督 自己去赚钱过日子 有的当女秘书 有的当女职员 她们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 卖淫 旧世界唯一允许存在的色情交易 大大的减少了 由于这种新的更为健康的自由 男女受受不清的那一套玩意儿 早已变得不合时宜 以前在游泳池里强行把男女分开的后木板 以不断拆除 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于露出自己长得怎样 在那十年里重新征得的自由 大方 无拘无束 胜过以前的一百年 因为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 现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事 该有多少啊 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 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 而且每一项发明每项发现 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 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时 各个国家第一次感觉到彼此是息息相关的 当柏林飞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 我正前往比利时途中 而且恰巧在 斯特拉斯堡 稍不是停留 我在那里看到飞艇 在大教堂上盘旋 地下是热烈欢呼的群众 飘荡的飞艇 好像要向这千年的教堂 居公司的 晚上 我在比利时的 威尔哈伦家得到消息说 飞艇已在 埃斯特勒跟坠毁 威尔哈伦眼里含着泪水 非常激动 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比利时人 也许会对这次德国的空难 宝无所谓的态度 但是他觉得自己是 一个欧洲人 是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人 因此他和我们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 共同胜利 同样也为我们共同遭受到的考验而奉勇 当布莱利奥驾驶飞机 越过应激烈海峡时 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 仿佛他是我们祖国的英雄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 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 感到自豪 于是 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 欧洲是一个国家的意识 开始形成 我们心里想 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像玩似的 轻而易举飞越国界 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哨 完全是偏狭和人微的 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 因为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 盼望着彼此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 这种感情的高涨 就像飞机的腾飞一样 引人入室 有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 在欧洲互相充满信任的那最后几年 我今天仍为他们感到遗憾 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 也不会真空 空气本身就携带着时代的震荡和脉搏 空气不知不觉的会把时代的脉搏 传到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的大脑不断地传到每一个人 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那几年里 都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汲取了力量 而且由于集体的信心 每个人的信心也都大大的增加 也许我们当时像今天的人一样 并不知道那股把我们卷入其中的浪潮 有多强大 有多保险 最终是事与愿违 不过只要经历过 那个对世界充满信任时代的人 今天都会知道 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 其实是倒退和乌云 但它当时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 它像服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 那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 向我们的心脏吸来 然而我们却没有预料到 使我们不胜欣喜的事 同时也包藏着危险 当时袭击着欧洲的那种自豪和信心的风暴 本身就带着乌云 各方面的繁荣也许太快了 欧洲的国家和欧洲的城市 也许强大的太急速了 而且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 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 或者滥用那股力量 法国以财富充盈 但它却还要联取更多的财富 还要一块殖民地 尽管它原来的殖民地 第一是它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口 为了摩洛哥 它差一点大动干额 意大利指望着西兰尼加 奥地利要剑柄 波斯尼亚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又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 而德国暂时还被排除在外 但以跃跃欲试 准备大干一场 欧洲国家到处都显得怒气冲冲 剑拔弩张 同时为了有效地达到内部的巩固 好像细菌传染一样 扩张了野心 开始到处膨胀 转足了钱的法国工业家 向同样养得肥肥的德国工业家攻击 因为两家公司 克鲁罗伯公司和法国 勒克勒索的 史奈德公司 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 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 要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